特别注意的就在于说 目前整个台风的走向来说呢 目前还是朝着比较偏北的方向在移动哦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是没有导引气流的关系 我们用了三个时间点来提醒您注意的事项了 第一个呢 明天海上警报发布近海的风浪 尤其是在花莲到台东和海岸线的风浪增大了 所以要提醒您海上作业的朋友要注意了 第二个呢 礼拜四的时候呢 东部地区会下雨 西半部地区天晴 因为最主要的是台风的环流的影响层面来说呢 如果它持续北上 还是以东半部地区振雨为主 如果它开始接近 礼拜四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的往台湾的陆地方向移动了 到了礼拜五呢 如果它已经转西的话 走的速度就会加快咯 礼拜五 星期五的时候呢 西部地区有振雨 但台风到了周五晚上的时候 就已经逐渐的远离了 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卫星云图 注意到云图上面两个台风 一个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14号台风天平 另外一个是距离我们比较远的布拉外 现在呢天平台风的强度是中度台风 那大家也最关心 明天它会不会再增强为强烈台风呢 以目前资料来显示的话呢 它增强的幅度空间来说 其实已经有所限制了 注意到北边的云带逐渐往上拉 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九州这个地方 是一个冷星低压的区块 所以呢 它的高空场的部分呢 会被一个强力的浮散作用 整个往外拉去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它整个云系的发展的部分 主要都只有在台风的环流上面 再来我们就看看它的路径了 先注意到 它的预估的路径呢 大家一般预估都是以朝西的方向贴近台湾 但是呢 有变数哦 什么变数呢 在前24小时 它其实都是往北走 现在的中心位置 大约是在恒春的东方的外海 47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走的路径方向来说 在明天如果呢 北方高压仍然不强 再加上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哦 这个冷星低压仍然存在之下呢 天平台风还是以朝北的方向移动 可能会接近石渊跟宫古岛 之后呢 再转西北走 当然以这条路径来走 绿色这条 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观察点 在今晚开始 一直到明天这段时间来说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天平 它未来走的方向了 有可能会往北走 但另外大家讲到的 还有一个就布拉万 布拉万啊 我们在昨天有提醒大家 周三可能会有藤原效应 但是有一点 太平洋高压强度不够强 所以呢 布拉万走的方向来说 慢慢在朝西北走 现在两个距离还有1600 所以目前看来 在到明天之前 还不会有藤原现象呢 看到明天的天气 东半部跟北部地区 到明天下午会有短暂争雨咯 中南部还是偏向于 午后争雨的机会 所以要提醒您 海上警报发布了 东半部地区的朋友 海上活动 海上的作业的话 都要特别留意